再換別個位置 換個位置也不要再擺 代表你真的有夠衰 就是你看你家這麼多地方 你就擺了一個三天會死的地方 去年整年幹了 大大小小子也是不少壞事 每天會有一個神 每天在你上面算 皮膚攜帶微生物掛掉 大到你可能這個沒有扶勞 他還過馬路對不對 推倒完蛋了 這樣也怪我 其實他只要腦子清楚力氣就好 往往你會倒霉 就是因為腦子不清楚 做一些腦殘的決定 新的一年又來了 又到了我們除就不幸的時間 今天是我們過年前的一個特別節目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觀眾朋友都非常在意的 開運風水 我們有請我們的客座教授 簡少年簡老師 跟我們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哈囉 跟大家又見面了 在這個就是 大多份我們都在講 就是所謂的一命二運三風水的部分 那開運風水 這個風水跟運氣之間的關係 到底要怎麼樣做才能夠開 那它又是個怎麼樣的概念 先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先這樣講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開運是很好的一個時間點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們常常有句話叫 換藍一新 換藍一新 對 就是說你過年的時候 可以整理你的家 其實同時間代表你整理你自己 對 一個人運氣要好 其實他只要腦子清楚 運氣就好啦 往往你會倒霉 就是因為你腦子不清楚 做了一些腦殘的決定 對不對 例如跟渣男在一起啊 對不對 例如說這個 去買股票的暴跌啊 之類的 做錯決定 對 所以 關鍵來說 還是希望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把 家裡面換藍一新 讓自己的心也換藍一新 這樣運氣就容易變好 是 風水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沒有搬家 你也不一定買新房 其實你就可以來做一些風水調整 那過年的時間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那我想說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呢 其實我們有查了幾個 有關於開運風水的一個小技巧 想說來請老師來幫我們做個鑑定 說不定來幫我們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 那我們就針對第一點 就是我在網路上面看到說 開運風水這件事情的門面很重要 他們就會覺得門面這件事情是 一個人的家裡面 好像應該都走進去 是要很富力堂皇啊 還是說要跟人家感覺說 哇靠 這個東西弄起來感覺是非常厲害 這樣才叫做開運嗎 我們其實在傳統常常有什麼 開門見財 開門見財 開門見佛 這樣子的一個關於大門的風水 對 所以我們要在門面說 你開門如果見到猛獸對不對 見到什麼比較尖銳的 你就會怕 對 所以其實你所謂的門口要開運 其實我老實講簡單來說 就是收乾淨 收乾淨 這麼簡單 因為大家講的就是說 很多時候鞋子都亂擺 然後那個鞋很臭就有晦氣 晦氣就會傷到你的身體 對 所以很多人都是什麼 開放式的鞋櫃 怎麼開放就放棄角 就開放式鞋櫃 但其實不是要收起來 那個鞋櫃要密閉的 這樣才能把氣擋住 所以第一個其實如果我們在所謂的 門面重要 至少你的就是鞋� 你應該要是密閉式的鞋� 你應該要是密閉式的鞋櫃 至少要有一個鞋櫃 這是第一個點 不要把錢擺到處都是走過去還跌倒 對 第二個事情是 就是你 你除了我們講進出的這個大門的風水 其實 在風水學裡面有講 每一個門都是跟出入都有關 每一個門都有關係 對 所以從你房間的門就開始了 走出你家房間的門 門裡面門外有沒有收乾淨 還是什麼你要翻山越嶺對不對 把這個黃色的枕頭 挪到旁邊你才能出門 對 那就太亂了吧 對啊 所以本身來說 不只是從一開始從你起床 走到你家門 走到你房間的門口 再走出來到你這個房間房子的門口 再往下到這個社區 或是你住的大樓的門口 其實每一段門口都要乾淨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老師那像門面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有時候會遇到 過年的時候會貼一些紅紙 或者是一些貼門繩 這個會有一些特定的禁忌嗎 應該說 紅紙這個東西倒還好 但門繩的禁忌是比較大的 怎麼說 譬如說 門繩這東西其實還是始終是神 它不是個裝飾品 所以如果你那時候貼門繩的時候 你位置一定要貼對 那有的人會喜歡是什麼 有的人會喜歡把門繩貼在 房間的門口 可以嗎 我聽過這種 貼在房間的門口不是不行 但如果你房間門口對廁所 那你貼這個門繩不就對廁所嗎 所以或是說你家 他喜歡貼門外嘛 像保平安 結果他家門外對面是垃圾桶 那你就是門繩去建垃圾桶 就連門繩直接建晦氣了 對 那你的運氣怎麼會好 一樣這門繩想保你都保不了 所以我說這個門繩 貼還是要貼的比較 方位比較好啦 然後本身要乾淨 不要貼在一些奇怪的位置 讓他見到一些晦氣 或是見到一些煞什麼 都不太好 老師那想幫觀眾朋友來問個問題 因為通常來講我們在設計的話 可能有時候會在玄關的地方加一盞燈 我們其實蠻常聽到說 在玄關加一盞燈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幫助到招財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好的一個觀念嗎 我覺得它關鍵到核心不是招財 關鍵是醒腦 醒腦 對 就是你出門回家的時候 知道燈是亮的嘛 那你燈是亮的就不容易怎麼樣 不容易撞到門 對 可是晚上回家會撞到門 對 那白天出去是沒有醒 如果你燈亮一點 你腦子會清醒一點 至少你穿鞋的時候會覺得 我要醒了要出門了 結果不容易怎麼樣 昏昏沉沉的出門 對 昏昏沉沉的走在路上是很危險的耶 理解 所以其實在玄關裝了一盞燈 其實這件事情 它也不見得一定跟開運有關係 最主要其實還是從安全的角度 或者是說讓人家一進來 或至少感覺到明亮 這樣子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舒服的一個風水 對啊 不管是在家 或在辦公室都是這樣 其實明天暗訪 好像在我們的風水學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明天暗訪它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子叫做好風水的一個邏輯 其實我覺得它的邏輯 就跟不要在床上滑手機很像 那你昨天有在床上滑手機嗎 我們這邊有床上滑手機 那你昨天聽說你 玩手機玩得非常晚是不是 對 我通常一半在客廳打電動 所以不是在床上滑手機 不會在床上打電動 就是關鍵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在床上滑手機 你容易失眠嘛 這些科學報告不是這樣講嗎 那其實明天暗訪 就是類似古代的狀態嘛 就古代的時候 他們其實如果你的房間太亮 那你就會坐席混亂 原因是因為你的客廳比較暗 你以為出來才要睡覺 進去是要醒著 那你就會亢奮 那你就睡不好 所以明天暗訪的邏輯是這樣子來的 明天暗訪的概念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從一個財度進到另外一個財度 我從光明面走到黑暗面 至少會有一點情境上面的轉換 就會那種身分上面的置入 就會有點不同 概念是這樣 對 從光明面轉到黑暗面 感覺這個人要黑化 要入魔了 他可以好好睡覺嗎 不會有人開著燈睡覺嗎 有太陽到太陽下山 光明面到黑暗面 感覺等一下要變身是什麼 蜘蛛人 老師比較會說話 好 蝙蝠俠 那如果假設屋子本身的屋況 在客廳的部分 它採光就不足的話 老師會有什麼建議嗎 要裝燈 然後裝比較亮一點 但是這個燈也不宜太亮 亮度就是不要到刺眼 然後建議是什麼 就是白黃交接 這種比較溫和一點 其實你整個人在家裡面 還是整個朝氣蓬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採光不足 你白天就很暗 那你久了之後 你整個人都會有這種 就沒有力氣的感覺 對啊 那我接下來想在幫觀眾朋友問個問題 有關於油氣的部分 聽說過年期間如果刷黃色的油氣 就可以招柴老師女 你覺得如何呢 其實刷什麼顏色的油氣可以招柴 這個應該是用八字那種 五行五蟹的邏輯去講 八字五蟹 對啊就是說每個人什麼 會這個是木人 火人 水人 那每個人的顏色都不一樣 對 邏輯可能是這樣來的 包含穿著也是 包含說各種你的配件什麼的 或你的車要開什麼顏色 可能都是這樣的邏輯來的 那實際上以風水的角度來說 我們還是認為心輕則氣輕 心輕則氣輕 對 就是你家的這個整個顏色 讓你覺得你心能寧靜 溫馨 那你的運氣就會好 因為你通常就清醒嘛 那自然你就是會做對決定 其實有關於彩度這件事情呢 老師有幫觀眾朋友們 就稍微整理了一下 其實呢你只要打掃得乾淨 你只要顏色其實非常的清新 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幫助你的好運氣 可以一直不斷的來 那提到好運氣這件事情呢 我們逢年過節啊 大街小巷都會去逛花室啊 爸爸媽媽揪你去逛花室 要去買一些植物啊 在那個園業上面綁一些紅斷帶 植物天喜氣這件事情 在過年期間也是有幫助的嗎 一般來說發財樹會有幫助 有幫助 但發財樹就是 但前提是你要可以照顧好它 如果它死了之後就會有死氣嘛 那有死氣你就會倒 對 所以你如果放發財樹家裡 也不要太多啦 因為太多會太濕 所以建議就是一株兩株 那做個天喜氣和招財是可以的 就有點像是說 反正逢年過節有親朋好友來啊 反正在這個地方買一盆植物 然後放在家裡面 可能比較明顯的地方 然後利用這個地方來做 那如果太多的情況下 其實反而是不好 那如果假設真的好死不死 買了3T就死掉怎麼辦 那代表 首先你要有個警訊 就是你們家放的那個地方風險很差 那怎麼辦 所以那個地方以後就不要做人 也不要放 代表那個地方它的氣很不好 這是第一個辨認的方法 是 就你的植物替你擋了這個菜 第二個是就應該把它丟掉 然後勸你就不要再擺了 所以同位置就不要再擺了 就換別個位置 換個位置也不要再擺了 代表你真的有夠衰 就是你看你家那麼多地方 你就擺了一個三天會死的地方 而且可能好的突然間就消失 所以這個其實 這有點跟有人養魚缸一樣 就是他說魚缸一換位置 魚全死 怎麼養就養不起魚 我說那個地方風水就不好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說 今天不管是動植物在家中 如果你就是放了 然後它可能會產生一些 有一些特定的狀況 比方說魚死掉 或者是植物死掉 像這個地方可能是要特別 有警訊跟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對啊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過年期間呢 有關於大家都有 應該說我們在傳統的習俗上 都是所謂的大掃除 大掃除是個怎麼樣子的概念 其實我們講嘛 就是新的一年是新的開始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大掃除這件事 希望你明年有一個好的開始 乾淨的開始 那其實我們講說這個 講天人合一啦 我們講很多 就講說其實你是 什麼人住什麼房子 是 所以其實你的房子 會反映你長久的問題 例如說你某個角落很亂 可能這個很亂的角落 就是你長期跟你下屬 出不好的原因 那你不要收乾淨之後 你會發現你這個下屬的困境 可能剛好也解決了 只是因為我家裡面 亂擺東西 對於它反射的你的狀態嘛 所以如果你在過年前的時候 把東西清好清乾淨 迎接一個全新的過年 代表你來年的運氣就是很親近嘛 然後基本上不會太倒楣 沒有什麼長久的問題 它都被你夜宵而空 就是我們常常會有一些 有關於那種神明小卡 或是護身符 而且是去年的 它有人說你今年就是要呆呆身上啊 那你就一直累積 然後放到一個累積下來 整個全部包包或是哪裡 各個地方都會有這種護身符 對 那這個部分我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處理 首先我認為你要收好 然後就是因為很多人 像過年像你講的 他可能從這個過年 除夕開始到春節 每天都在拿財財經 就道出大家拜拜 對 各種護身符 對不對 來自世界各地對不對 什麼埃及啊 羅馬啊都有 好像有點遠 就拿了一次 有什麼十字架什麼都來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定要收好 原因是因為它都有這個神明的 食場在裡面 那不管是哪個宗教 你對它都還是要有盡錢的心 所以這東西還是得要放在皮包邊 把它收好一個地方 不要亂丟亂扔 那你真的不要了對不對 你再整理整理 等你過完年以後 對不對 挑個時間你再把它清掉 但是至少這個東西 它現在剛過年你拿到啊 整個還有很磁場的時候啊 其實都還是要收在身上比較好 理解 所以新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好好把它收好 舊的部分呢 我們就稍微整理一下 那是直接丟棄呢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有的方法 有的人會是送回廟裡面 會過香爐啊 燒啊幹嘛 但是你知道現在今年又沒有辦法 出國啊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東西 引到埃及的東西 沒有辦法回去 對對對 你要怎麼辦對不對 你要快遞嗎 那我要幫觀眾朋友問最後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過年期間 從除夕一直到我們可能初五 初六之類的 那哪一個時間點呢 是所謂的養財器的好時間啊 像比較傳統講會出事養財器 對對對 但是我們來講這個事情 其實本質上 我認為啦 在我們這個道教的邏輯裡面 你還是要先懺悔啦 為什麼要懺悔 因為你這個去年一整年 幹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是不少壞事 所以 你應該先跟這個神明說 去年幹的壞事 希望明年不要再幹 那他不就每天都要記錄 我做了多少壞事 對啊 因為基本上根據來說 這個道教邏輯 每天會有個神 每天在你上面算啊 所以你做了一件 你說錯一句話就可以扣嘛 你做錯一件事可以加嘛 那加加減減 他們說人一開始都要活到120歲 對 活不到120就是因為你被扣太多了 對啊 那這個是 他們真的很嚴苛耶 小到就是說 你可能走路呼吸 就有攜帶微生物掛掉 對不對 大到你可能這個 沒有扶老他才過馬路 對不對 推倒老他才過馬路 這樣也怪我 那這樣子都會去 就是計算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建議 新的一年 不管你要幹嘛之前 就是贏財神也是一樣 你先懺悔吧 先跟神說去年可不可以都算了 我們當沒發生 或是我們怎麼結一下好不好 那今年我們來銀財神 希望新的一年 我們從零往上 對不對 不要去計算去年的復甦了 然後最後就會變好 所以概念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出事在銀財神之前 就是老師剛剛有提醒我們觀眾朋友 就是我們可能先做一個簡單的懺悔 可能對著神明 或對著神奇 可能也可以禱告 說我可能去年可能做哪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等等的 或是對自己有做一個重新的整理 這個概念是不是也跟剛剛提到的有點 除舊不新的概念 你先把過去的東西給移除 然後之後再移進新的概念 對 你先把前面結算了 我們在討論新的 是 那你結算就是新的開始 很棒 然後我們希望新的開始 明年繼續努力 像我媽媽常常問我跟我說 有關於皮夾的問題 就是皮夾真的有短夾跟長夾的差別嗎 其實是一種對錢有沒有收好的差別 就是長夾的人他之所以 長夾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你怎麼塞也不是拿也不是 對 所以你對錢就會格外在意 然後另外是他比較大 所以你放比較整齊 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你到底錢包有多少錢 是 現代人很多人都不知道錢包有多少錢 對 而且有好幾個帳戶 也不知道到底裡面每個錢是多少 所以其實本質上這跟記帳有點像 如果你有記帳的習慣 基本上你窮不去拿 因為你會知道你錢到底是在哪裡嗎 你會知道要節省幹嘛 就不容易隱私貿糧 對 所以長夾跟短夾的邏輯也是這樣 那你說換長夾之後真的有財運變好嗎 其實真的是會有的 就是你現在開始記帳一樣 你現在開始每天記帳 我相信你財運也會變好 因為你會發現 喔原來我一個月喝了超過十幾萬的珍珠奶茶 那我應該要注意一下 這太令人驚嚇了 這太令人驚嚇了 不是健康問題 不是財運問題 對不對 就是你會注意到這件事嗎 好的 節目的最後我們來幫觀眾朋友們 稍微在這裡複習一次 我們今天提到的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講到的門面 第二個部分有關於明天暗房 第三個呢 可能在過年期間可以去買一些植物 第四個有關於淘汰步行 第五個呢 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去做一個讓你養財器的時間 我想說再請老師再幫我們 做一個間段的一個說明 好我們這幾個大點 第一個要注意就是門要收乾淨 這就是關鍵 門前門後不管哪一個門 你的房門你的大門 對社區的門 經常都能乾淨就要乾淨 對 第二就是不要在床上滑手機 不要在床上滑手機 對明天暗房 就是說你要有睡覺的環境 是 那基本上客廳跟房間的這個亮度要調整 對 然後再來是植物天才需要以原業的發財業為主 原業發財業 不要買尖的不要買聖誕樹 對 這種類型來發財 那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有用 是 然後再來是除舊不新 就是把過去的清算一下 然後長久沒有解決問題 也趁機把家裡收乾淨 可能就會解決了 希望新的一年呢 迎來更多好的運氣 是 那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出事贏財神之前 先想清楚 就是自己 這個 是過去呢 犯了什麼錯啊 先懺悔懺悔 過去也結算了一下 然後再來贏新的財神 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多幹好事對不對 然後發財 然後在錢的部分呢 希望財運變好 其實最大的關鍵 長家短家都可以 關鍵是要知道自己 到底有多少錢 然後專注於這個錢的整理啊 對 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呢 我覺得在過年期間呢 這些開運的方法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呢 好好的做一些整理 而且呢 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其實很多的財啊 或者是一些人際關係啊 等等的這些東西 你只要好好的理清楚 然後呢 從小地方到大地方 每個空間 每個物品 你只要稍微的整理過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開運方法 節目的最後呢 還是非常謝謝簡老師 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們